隨著聖誕節的過去 由何韻詩慈善基金舉辦的 The 10 Days of Christmas慈善展覽 亦都在這一日結束 代表阿絲的菇頭公仔 在這次展覽裏面大派用場 家因他出售的菇頭公仔產品 非常暢銷 吸引不少勇等收藏 因而令到活動籌得相當高的善款 這次其實非常非常感動 和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因為在我們做這個展覽期間 突然間發生了金融海嘯 這麽社會性的難題 所以我們都會有擔心過 大家會不會自己都要勒緊褲頭 怎樣來做慈善呢 但原來真的發現香港人非常非常有善心 亦都非常多謝我的歌迷 因為他們真的非常支持 今次我們籌到的款項 都未埋埋好 但已經知道超過了三十萬 我們就率先已經捐了其中的十五萬 給我們一個機構叫SOCO 希望可以幫助到他們 阿絲籌辦的這一個活動 主要是針對精神病者而設 正當年尾每位歌手 都是為獎項而努力的時候 阿絲就將時間放在義務工作上面 就連阿絲都覺得自己傻傻地 不過作為一個歌手 阿絲覺得是有義務向歌迷發放愛的信息 我覺得如果2008年 重頭再走一次 我都會一模一樣的選擇 因為這些成績 任何獎項都給不到我那個感覺 為了慈善阿絲出錢 出心又出力 近日阿絲和麥婉恩導演合作 製作了一部精神病患者的紀錄片 十日談 為了可以把這個信息傳播給更多人知道 阿絲還主動出擊 推薦了給很多前輩欣賞 如果說到我自己覺得最有意思的一件物品 我一定是選擇我紀錄片 其實我今次都已經 希望下一部就是把這個紀錄片給更多人看到 勁哥的慶功的時候 我都把這張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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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 我希望他們可以看到 因為他們是一些很前輩 還有很有辦法的一些朋友 希望他們看到之後可以讓更多人看到 花了這麼長時間製作整個project 阿絲都說自己得一雙手 是沒有辦法完成的 在他背後 除了有一班義工幫忙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姑母的支持 即是阿絲的媽媽 好多謝好多謝的人就是我媽媽 因為她是在這三個星期的期間 她是每一天都來到這裡 去看著這個地方 即是賣東西 還有那些數字也是她計算 接著她又幫我統籌我所有的義工團 即是她們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即是每一天都來開鋪 所以真的要好多謝她 亦都沒有她 亦都沒有這麼順利的整件事 所以非常多謝我媽媽